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上个星期五医疗网站CodeLoo引述消息报道 那卫生部长扎利哈无视毒药委员会的反对 动用部长的权利把电子烟或者电子气化装置所使用的尼古丁液体跟凝胶 从1952年危险毒药法令的药这个毒药清单当中给删除掉 那扎利哈解释 这项决定旨在为首相兼财长安华提成2023年财政预算案的决定铺路 以便向电子烟的尼古丁液体或者凝胶征收国产税 原来政府突然将尼古丁从毒品清单中移除 引来了多个单位强烈的批评 马来西亚控烟委员会主席穆拉利塔郎就调侃 如今的年轻人可以在没有任何法律影响下吸电子烟 那他们购买电子烟就好像购买这个Curry Puff一样这么容易 而大马医学协会和大马药剂师协会也提出了反对 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在电子烟行业合法化之前 集中精力制定2022年烟草及吸烟管制法案 避免更多年轻人对尼古丁上演 那今晚面对反弹声浪 安华今天在国会下院会议上坚称 他说政府从毒药清单中移除尼古丁是势在必行 并会在来临5月的国会下院会议提成管制烟草产品法案 那安华还说任何从电子烟尼古丁液体或者凝胶销售 所征收的50%的税收都会发放给卫生部 以提升卫生服务素质 全面禁止电子烟并不是最佳方案 首相安华今天在国会下院 回答国盟刮拉冷月国会议员阿莫尤努斯的提问时坦言 他明白一些卫生机构和专业人士 反对政府将含有尼古丁的液体从毒药清单中移除的原因 但安华认为禁止电子烟尼古丁或香烟是相当极端的举措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全面禁烟这件事 在股心育性的专业全面禁烟尔 除了卫生部的病人 除了卫生部的病人 在家里面有关系的问题 在这件事上的关系 在这件事上的关系 在这件事上我们的困难 我们很困难 但我们可以更加重视力 为人们选择 对此安华指出政府将会向电子烟含尼古丁液体及凝胶产品征税 同时在国会学校等地区继续禁烟 并会加强禁烟的宣导运动 以提高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香烟和电子烟危害的意识 接着安华还打趣地说 就连自己的住家范围也是禁烟区 另外安华也透露 政府将会在5月召开的国会下议院会议上 提升2023年烟草及吸烟管制法案 到时将会进一步规范和管制 含有尼古丁液体和凝胶的产品 不过针对安华在国会上做出的回应 国盟议员并不买账 阿莫尤努斯随后召开记者会抨击 安华并没有回答到他的疑问 所给出的答案也无法让人信服 同时指责政府将尼古丁液体 从毒药清单中移除是错误的决定 这样只会让制造商更加肆无忌惮地 生产有害产品 导致年轻人尤其是学生 更容易接触电子烟 那提到近年课题 卫生部副部长卢卡尼斯曼今天在国会表示 根据卫生部去年通过无烟口腔健康计划的统计 在130万名接受筛减的中学生当中 有43019人染上烟瘾 去年同一时期对200万名小学生进行的筛查当中显示 有341人被发现有吸烟 卢卡尼斯曼说 被鉴定吸烟的学生已经进行乐见 至于没有吸烟的学生 则接受持续性的健康教育 确保他们保持不吸烟 而卫生部也将会继续加强 并扩大禁烟世代运动 确保新世代终生不抽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